新加坡28亿洗钱案,警方到苏建峰加搜证,四辆豪车被拖走,起获56只Bellbreak雄。 本地最大起的28亿元洗钱案有新进展,新加坡警察部队到苏建峰租住的优质洋房,拖走四辆名车。 实名涉案被告之一的苏建峰,35岁,面对四项控撞抵触贪污、贩毒和严重罪案法案没收利益的控撞。 据8World News报道,记者今天25日下午12点走访被告苏建峰位于五级之马第三道Ford Avenue的优质洋房。 两辆拖车分别在2点24分和2点26分抵达现场,黑色的劳斯莱斯轿车于2点37分被拖走。 接着,另外两辆拖车在约2点40分先后抵达,红色的劳斯莱斯轿车于下午2点51分被拖走, 第三辆白色丰田ToyotaAlfred车子和第四辆橙红色保时捷分别在2点57分和3点05分被拖走。 随着每辆车子上拖车后,有警员围绕车子拍照,进行相关搜证工作。 苏建峰落网时原本被起货和冻结总值1亿4140万元的资产, 而调查官的宣誓书揭露,他的涉案资产已经激增至超过2亿3110万元。 苏建峰和妻子名下的涉案资产就包括总值超过1亿1534万元的13套房产, 总值474万5千元的四辆车,6613万7千元银行存款, 总值2646万1千元的加密货币以及1841万8千元的现金, 当中有1700万元现金存放在三个保险箱里。 据了解,苏建峰老婆当时也在屋中,但没有露面也拒绝一门。 附近一名不认居民的邻居说,星期一23日还看到屋子的阳台亮灯。 这名邻居说,苏建峰夫妇和两名中学年纪的孩子, 两名缅甸籍女佣和一名司机同住, 平时最常开的是白色的丰田多用土轿车。 那两个看似就读中二中三的孩子,有时会在外面玩篮球。 另一户邻居则说,苏建峰一家人很低调, 邻居鲜少和他们打照面,也没有留意到这家人什么时候搬来。 警方今天,25日,也在另一处起货56只潮流玩具藏品, Bellbreak熊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收看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关注新加坡之音。